我們來看一下國立2月9號到2月15號 12生肖週運勢如何囉 來看一下生肖屬豬屬兔屬羊的朋友呢 這個禮拜你只有一顆心的好運表現喔 在哪方面要特別注意呢 就是運勢比較動盪力不從心喔 因為可能剛休完假會感覺 可能平常太勞碌了 那一休完假之後可能會帶一點病福心來入座 所以呢可能因為生病的關係 或者是對於工作上未來 可能會有一些帶多的現象 會讓你有點力不從心 記得要保持積極跟努力的心態呢 才可以讓你更上一層囉 來看一下生肖屬虎屬馬還有屬狗的朋友呢 這個禮拜有四顆心的好運表現 在哪方面呢集心助運喔 事業開展喔 代表就是說過完年之後呢 你會發現未來一個新 未來一年的目標呢 你已經底定了 而且呢會有新的貴人新的機會呢 來幫助你事業上的成功 所以要多做努力 然後也要更積極的去做一下事業的部分 然後多充實自己可以讓你更上一層囉 好來看一下生肖屬蛇屬雞還有屬牛的朋友呢 這個禮拜呢有三顆心的好運表現 在哪方面呢 桃花洋溢終結孤單 表示說如果呢因為桃花新來入座 建議你呢可以多去認識一些親親朋友啊 或者是過年期間呢有一些長輩啊 或是親朋友好友來的時候 要記得如果真的想要終結孤單的話 一定呢要把這個消息放出去 會有很多人來幫你牽線 讓你呢會認識很多的新對象 然後接下來呢生肖屬猴老鼠還有龍的朋友 這個禮拜 恭喜五顆心的好運氣喔 對 開車呢就得到財氣豐沛喔 得財穩健喔 代表就是說那事業上的政財啊 或是偏財上面呢 都有利於財運的發展 那會建議就是說呢 過完年之後把這個壓碎錢呢 好好的去投資一下 投資到哪裡呢 例如說把它當錢母啊 買一些呢你覺得你喜歡的一些 開運的物品 甚至於呢可能放一些 放定存裡面 做一些保險啊 基金的投資 當做錢母呢 都可以帶一個好的運氣 是 好來看一下呢 桃花最勝加碼的部分喔 就是生肖屬雞的朋友 還有我們 事業最望生肖屬馬的朋友 瓦財運最佳 恭喜生肖屬猴的朋友 恭喜恭喜